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就是海航集團 在昨天遭到債權人入品去海南省的高級人民法院 申請了破產重組 第二單消息就是 一帶一路在菲律賓和捷克連環撻 菲律賓取消了和中交建合作興建機場的計劃 而捷克電廠的招標案 就排除了中廣核的參與 而這兩家中資企業 其實都是遭到了美國方面的制裁 這樣就可以反映出 總言特朗普總統已經卸任了 他的政治遺產仍然在世界各地發揮作用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講海航遭到破產重組的事件 其實按照大陸的企業破產法 就有規範了三種的法定程序 包括了有破產清算 破產重整 和破產和解 現在海航遭到了破產重整 而不是破產清算 我看到有些網民在Facebook 或者討論區上很著弱 一看到破產這兩個字 就以為海航要倒下來 要結業 要倒閉 沒得運作下去 其實就不是 因為現在海航這個狀態 就是處於破產重組 何謂破產重組 就是對於這家企業 進行一些債務 資產 業務 股權 和管理等全方位的重組 就是說要將那些業務 下去無存精 有哪些是虧錢的 可能接了它 或者是賣了它 而哪些核心業務是繼續賺錢的 是生金蛋的雞來的 繼續保留它 大概的意思就是這樣 當然 在法院判決了這一家集團 要進行破產重組的一天開始 所有的債務 就會停止計息 我相信 這件事對於海航來說 就是會有一個舒緩 起碼說它之前借了那麼多債務 其實是無底心談 到現在沒有人知道它借了多少錢 沒有一個確實的數字 對上一次 海航集團有公佈到他們的債務的數字 就已經要數到2019年的 上半年 當時他們公佈的債務 就是有7067億人民幣 折合大概就是8500多萬港幣 7000億人民幣 很誇張的數字 當然 你說累積了 來到今時今日會不會更多 我相信會更多 尤其是經過去年一整年的折騰 全球經濟下行 再加上海航本身的核心業務 就應該是做航空業的 航空業就已經是有那麼多癱瘓的狀態 而且海航收購了那麼多海外業務 全球經濟下行 哪有運行 所以 海航來到今年 債務應該會多於2019年的上半年 這是我估計的 至於為什麼海航會面臨著現在這個困境 其實這個情境早就有很多人遇到 已經傳過很多次了 就說他不行了 現在因為他沒有辦法 如期清還到期的債務 所以就叫做霸鑼 就被債權人入稟去法院申請破產重組 主要是有兩大原因 海航出事 第一件事就是 他在過去 這十幾年裏面 他的膨脹實在是太厲害了 本來海航正如自己的命一樣 他只是搞航空業而已 但是 在06年開始 海航就開始陸續來去拼購大陸的航空公司 到了2008年 海航就看準了一件事 就是全球的資產價格是有下調的趨勢 因為當時就發生了金融海嘯 於是海航就開始在海外進行一些大規模的拼購 在那時候開始 海航就已經是涉足不同的行業 而這些行業完全就是 是偏離了航空業的老本行的 現在來說海航的企業是包括了什麼業務呢 其實就是橫跨了有旅遊、地產、零售、金融、物流、船舶製造、科技等等的產業 規模就超過一萬億元人民幣 而資產就遍佈世界各地 因為它周圍拼購 之前成立的子公司和孫公司是超過了兩千家 大家就會看到它的架構 是極為龐大的 在管理上一定會出現問題 就算你說不是 其他企業譬如太古或者是長實 他們都有百足那麼多找 為什麼人家沒事呢 因為人家是按部就班人家是一步一腳引 雖然人家那隻和海航這隻都叫做conglomerate expansion 即是叫做集團式的擴展 一定會涉足到其他不同的業務 和自己的行業完全是沒有任何競爭性的 但是人家搞定的原因是因為 人家有這麼多人才來管理 至於海航買這麼多東西回來的時候 純粹就是看準了一件事 就是因為那時候的資產價格下跌 所以它借錢去買 但是海航買這些資產的時候 它不是說自己真金白銀有這麼多錢 而是有些錢它借回來 一借回來的時候 就搞到債台高足 其實在過去兩三年 海航已經出售了很多資產來套現 賣了很多不同的業務 又賣酒店 又賣這個 賣的都賣 但是賣到2019年的上半年 它還有7060多億人民幣的負債 你說來到今天可能更多 因為那些息又要計算上去 而且去年的業務肯定是差了 那你的債務已經是層層堆積 再加上管理又不善 管理一定是不善的 因為你煞時之間買這麼多東西回來 你找誰去管 是不是海航自己的老闆自己管得好 一定不是 誠哥都不會逐樣東西去看 是不是 你作為一個老闆 你很難巨勢無遺地看完每一件事 你一定安排一些得力的助手 有些下屬 海航明顯就是沒有這些人才 如果不是就不會弄成這樣 所以現在就叫做債務重組 不是完全倒閉的 到底他們能夠 為這個海航的債務消減多少 就拭目以待 接下來就講講第二宗消息 中資企業在菲律賓和捷克 連環地遭遇到一些問題 先講講菲律賓的情況 中交建和菲律賓的一間公司 曾經合組過一個財團 在去年 投得到價值100億美元的菲律賓桑來閣機場改建項目 這個機場是位於菲律賓的甲米地省 這個省政府 在27日的時候 宣佈取消和中交建的合作 原因 都很奇怪 他說中交建和菲律賓的合組財團 所提交的文件不足 所提交文件不足 這些很流 流過流定堅 哪有這些原因 借口你也擺明 你借頭借路就不想跟他們合作 但是 甲米地省長 穆利亞就聲稱 他們取消和這個合組財團的合作 就跟中交建被美國制裁是無關 他專門這樣說 就有些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 因為你本身自己所提出的 理由就很流 你說他提交不了什麼文件 有什麼文件很厲害 他提交不了 是要導致不同的合作 他提交不了就再叫他補交 是不是 不知怎樣搞 搞到最尾就是 反正跟制裁無關 我自己的感覺上似乎 你說無關的原因 才是真正有關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菲律賓和這個中交建合作的時候 可能違恐會得罪了美國 我相信這個原因就比 提交文件不足 太流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 現在中國和菲律賓 其實在南海都有些主權的爭議 可能菲律賓現在就純粹就是 借著這件事來不再跟中資的企業合作 又不出奇 反正現在中交建 就踏了Q了 100億美元的 機場改建的計劃 另外就看看 捷克方面 捷克政黨領袖在27號的時候 就同意了 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 是不給中國的企業 參與新核電廠的興建招標 這一項的舉措就引來了 中國駐捷克大使館的抗議 捷克政黨領袖就宣稱 他們這一項的同意 是應國家安全服務部門所提出的要求 而作出的 中國駐捕拉格大使館 就指出 中方是堅決反對 捷克將國家安全的概念 泛論化 將中國企業進入捷克市場 設置人為的障礙 他們就嚴重關切 這一起 可能是排除中國企業的事件 這一項捷克電廠的叫價 是去到幾十億美元 中國廣核集團 即是中廣核 就和來自法國 韓國 美國和俄羅斯的企業 在做一個競爭 現在 捷克方面就直接把中廣核踢走了 其實中廣核 都是被列入了美國的制裁名單當中 到底 這個捷克是因為什麼原因 而不讓中廣核來參與興建 究竟是因為 被列入了美國的制裁名單 還是 捷克對中國也有所防範 就借頭借路 找一些借口 把中國企業踢走 就不知道 反正現在中資企業就無緣 參與 捷克的新核電廠 無論是中交建還是中廣核 其實都被美國列入了制裁名單 到底是不是特朗普總統 他的政治遺產 仍然在世界各地都還在發揮作用 我相信 某程度上也是 當然這個也是要配合很多的原因 比如說捷克有些政黨根本上就不想跟中國有一個 保持緊密的聯繫 反而有些政黨是有台的 親台的 可能牽涉到這個因素又不定 你說到菲律賓 未必是完全關於制裁名單的 可能又關乎到 中非之間在南海有些主權爭議 可能這部分有關 但反正來說 你不要理他 這兩家公司 都是在美國的 實體清單上 所以 可以理解為 特朗普總統的政治遺產 正在發揮作用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